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賣夠吹呀 這一集我們來找什麼網美食材呢 我們來做芋泥壽司 芋泥的口感非常裡面的鮮料 好吃 首先 蒸好的芋頭 然後我們用調理機 稍稍的把它弄散 沒有調理機怎麼辦 沒關係 壓鬆就好了 但一點點顆粒也沒什麼關係 然後油蔥 我們希望我們的芋泥在吃的時候 它的香氣度是很迷人的 少許的黑胡椒 細細的鮮奶油 一小T的鹽 一小T的糖 加了油蔥之後整個芋泥的香氣就出來了 因為我們是要做芋泥壽司 那我們的主角當然其實是我們的芋泥 因為我們是要搭配壽司 所以不要把它調得跟甜芋泥一樣 你在吃壽司的時候會遮蓋掉我們壽司食材的一點鮮美 芋泥就完成啦 好 我們就用壽司簾 但是我們今天要做的是芋泥壽司 所以我們要捲一下保鮮膜 因為我們的主簾很怕髒很怕發霉 所以我們如果每一次我們都先用保鮮膜再包的話 它其實會很好處理喔 再包個四五層 然後我們稍稍的搓 因為它裡面會有一些空氣 所以我們稍稍的搓一下香氣 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先把芋泥鋪在我們的海苔上 鋪好鋪滿喔 油蔥跟芋頭很搭對不對 對 因為以前寶寶師傅就有教過 寶寶師傅的秘方 我們把對 過來 裡面呢 我們稍微鋪一點飯 那不喜歡吃那麼多飯的呢 我們就可以全部都鋪成材料 因為我們芋泥的Q度很高喔 所以你不用擔心 芋泥在這時候會閃掉 好 我們就擺 愛吃什麼 我們就吃什麼 帶個玉子燒 重點是這個鹹蛋 芋泥跟鹹蛋黃很高 哇 麥斯的手真的很巧耶 你怎麼這麼厲害啊 捲得那麼漂亮 感謝你 寶寶師傅在看我就 手會緊張了 那我們把它捲起來 這樣就完成啦 我們在切這個芋泥捲的時候啊 刀面啊 沾一點點的水 就會很好切喔 你看 切起來很漂亮 這樣子 滿滿的芋頭的芋頭壽司 就完成了 芋泥跟鹹蛋黃 真的很搭 你在家裡如果沒有醋飯用白飯也可以喔 芋頭控的大家一定要試試看 我們下禮拜見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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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花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